小偷他媽的 哈哈 他自己 這是自己塗的嘛對不對 小偷他媽的 他塗成6001 幹真的 超屌的耶 那相信這台車 好不好大家也不陌生 九一集的影片就是我突然直播 原因是因為這台車的車主 那時候他來的時候我發現說 這台車的車礦好像不是很優 所以呢我們就做了一個直播 那影片連結就在上方好不好 自己去補彎一下 因為這台車呢 其實他在我介紹之後 發生了非常慘痛的一些事情 那就是 他被偷了 他被偷了 車主呢他在新竹的時候 停在路邊被偷了 那為什麼他又出現了呢 沒錯 不幸中的大幸 在一次警方攻堅毒窟的時候 好不好 居然發現了這台車 那警方連絡到車主 就物歸原主了 特勤隊全副武裝攻堅民宅鐵皮屋 並將獨辦壓制在地 最後逮捕了董姓主席 和張姓竊車的成員 查扣一輛新車 要駕近百萬元的 失竊重型機車 張車在這裡 現場並查扣 這個台灣 這個限量版的三葉 R1重型機車一台 其實大批的這個 機車的這個 失竊的零組件 我只能說 真的是 車主真的是 運氣不知道該說很好還是 買到一台車礦 沒有很好的車子 然後居然 被偷了 看如果是我 我一定受不了 我一定會崩潰 所以呢今天我們來介紹什麼 今天來介紹說 到底送車真的有那麼好偷嗎 以及就是所謂的晶片鑰匙 到底有沒有差 好OK先跟大家講 四家老闆好不好 大家好 陶貝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到底 這台車是他有晶片鑰匙 這部是美規的R1 它是沒有晶片的 所以有的車有 有的車沒有 那你覺得 有沒有晶片 對於就是 好不好偷這件事情 有什麼影響 如果說今天 小偷 他有心要偷你的車 都偷得到 你有晶片沒晶片 都偷得到 都沒有辦法防範他 對 蛤 那我要晶片衝三小 你沒晶片的話 更好偷 他 把竹鎖破壞之後 他就可以騎走了 一般有晶片的車 小偷要偷的話 應該是 整台就載走 載走 對他沒有辦法在現場 讓它發動 那老闆照一講一下 就是說 這一個沒有晶片的 他大概這次這樣換鎖頭 什麼的 零零種種大概費用 竹鎖 油桶鎖 跟椅墊鎖 加起來大概 一萬多塊 如果今天他是有晶片的 他必須連 ECU電腦 然後 所有的鎖頭 都必須更換 連電腦都要換 對 那這樣子我是 不要有 不要有防盜比較好 比較兇 這個 這個是配備啦 見人見智啦 對 那這一次呢 也是真的是 雖然我少見的 就是真的說 遇到身邊的朋友 有 生的例子是被 重車被偷 那 老闆你玩 就是也是開車行開那麼久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 就是到底台灣 重車偷氣上面 是 算是 算是低啦 機率算低啦 所以這個車子真的是人品爆發 對不對 這次遺失 真的是算比較特殊 而且還找得回來 那又更難得了 一般如果說 新款一點的車子的話 如果真的 被偷 應該是少不回來 因為 殺肉 對 應該大致上都應該 其實這邊還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 蠻多重車 它整台搬走 或是它被偷 通常都會是 直接處理掉 是所謂的 比如說殺肉 所謂殺肉是什麼 就是把每個部件分開去拆掉 去賣掉 因為通常這樣處理 比較簡單 然後也沒有什麼牌的問題 對不對 像這部車的話 它被偷 像它的 我不知道小偷為什麼要這樣做 它把它的大牌 有做一個 很爛的偽造 對 偽造 我不知道小偷為什麼要這樣 它可能沒有能力做假牌 可是它又不想要被發現 這是被偷的車 這個小偷 智商沒有很高 智商沒有很高 就是 以你這樣 這縱橫車圈來講 你發現這小偷 蠻ㄎㄧㄤ的 好 OK 為了要讓大家知道 那小偷到底多ㄎㄧㄤ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前面300我都有遮一下啦 好不好 先看到背面 背面很明顯就是 看得到這個 數字嘛 對不對 網美 網美4 然後咧 好 是6801嘛 小偷他媽的 哈哈 他自己 這是自己塗的嘛 對不對 他塗成6001 看這個 超屌的耶 給大家對焦一下 看一下這個 對得到 然後我來翻一下 超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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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所以 這個小偷來講 真的是算是奇葩了 對不對 很特別啦 沒有碰過像這種例子 所以那 他以 後來這台車回來 聽說還是有些問題嗎 呃 現在就是 鎖被破壞 然後還有那個 離合器 離合器燒 就是燒壞了 都燒掉了 然後我們剛剛跟老闆其實有聊過 其實就是 因為老闆後來拆開我發現說 他的離合器提片其實 早就更換過了 那 相信就是像我之前 二手車那一集有講到 就是 可能前面 車主在買車的時候 他那台車的狀況 好不好 就已經換過了離合器提片了 因為 那時候記得這台車 車主買是5000公里嗎 表上面顯示啦 對啊 表5000公里 基本上是不會動到 裡面的離合器提片啦 這是大家不用講的嗎 正常的理論 是 那 只能說這也是 反正這台車是人品大爆發啦 他回來以後 有 我們在猜有可能是 本來狀況就不太好 離合器狀況本來就不太好 也有可能是被小偷惡操 可能小偷不會騎車嘛 氣度沒有那麼好 我一直 第一次小偷 可以嗎 哈哈哈 所以那 老闆 最後我們還是跟大家 就是假如 有沒有想要跟建英說 欸 重車有沒有避免 被偷或是說晶片鑰匙這些 該注意的啊 離離扣扣有沒有想要 像這部R1這個例子 是因為車主 他比較隨興一點 他是直接停在路邊嗎 對 他就 可能小偷他也有點 基本的常識啦 他知道這個車沒有晶片損 所以他就足所破壞 就把他騎走了 所以正常其實 要偷一台這種車 其實也沒那麼快 其實你只要注意一下 就是他不要放在太暗的地方 或怎麼樣 明顯處的話 就其實不太會這樣 也沒有鎖龍頭鎖 沒有鎖龍頭鎖 對 所以有鎖龍頭鎖 跟沒鎖龍頭鎖 有差 我覺得這是會延誤一點小偷的時間 是會延誤的嗎 是會延誤的嗎 對 所以大家還記住好不好 在你騎車出去玩 或是不管只要跨上重車 那這台車不便宜的話 好不好 其實還是要注意一下車子 因為畢竟還是有人在車重車啦 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聽多的是整台載走 那就是等於你停在不對的地方 然後你又可能是放滿久了 可能過夜或什麼的 那才有可能有機會 他有辦法有時間去把整台載走 對 那腳像是那種破壞龍頭鎖 其實就是 就是 真的是機會機會啦 然後就是 剛才就是車主嘛 比較隨興一點 對啦 車主注意一點 其實就不會給小偷有這種機會 對 注意一下就 就比較好 所以只能說 就是今天這個經驗呢 好不好 給大家警惕一下 那希望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有幫助到各位啊 然後 只能說 幫車主哭哭啦 好不好 希望 當然希望大家 車運昌龍 都不要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這真的是 甚至很少見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害怕好不好 就是 當然還是要注意 該注意要注意啦 但是說實在 玩那麼久 車子真的這東西真的少見啊 對啊 所以 不管怎樣 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 都不要出事 好不好 那 這集的看法主要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麻煩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 訂閱旁邊有個小鈴鐺 如果你喜歡 麻煩按下小鈴鐺 就可以 我新影片就可以才能到 好啦 那 這禮拜主要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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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失敗啊 哈哈 哈哈